富佑节即将到来 凤林镇公所23号举办优秀儿童表扬 即优秀学子奖助学金的颁发典礼 镇长林建平表示 过去在消遣镇长的努力之下 凤林镇的财政已经好转 只要工作有能力 愿意鼓励更多凤林学子奋发向上 也祈美学子们不要忘记此刻 勇敢迈向成功之路 优秀儿童表扬及优秀学子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而13号上午在凤林镇公所三楼礼堂举行 凤林镇长林建平以及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凤林镇各国中小学校长军道场管理 因为我常常在强调的 凤林镇的财政是属于OK的 凤林所有财政我们公所所胜宜的权 就是要花在我们所有 我们凤林的建设上面 要花在我们所有老人家的照顾和胖 那个身上 要花在我们年轻的学习过场里面的一个资源上面 我想这个才是公部门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花联离北同乡会的很多会员碰面 这个去年他有来提供了十万块钱的奖学金 给我们凤林的这个同学们 那今年我跟他讲说 我们换了新的政长 换了新的代表会主席 是不是比照 他非常同意 他今年会找时间 再来颁发奖学金 希望借由颁奖表扬 让孩子有受肯定 以及努力向前的目标 受奖的凤林镇各国中小学大专学生 共有118位学生受奖 共颁发了15万9千元奖助学金 林镇长并感谢凤林国小教育基金会 凤林镇爱乡协会 表扬孝行楷模 提供奖助学金给表现优秀的凤林学子 记者凌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